好 除了包包系列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到戶外拍照的時候 最麻煩帶的其實不是相機 因為相機至少你都還可以收納收好啊之類 鏡頭也都可以收好 我覺得最麻煩的其實是腳架耶 因為腳架真的太大一隻了 即使你可以把它收短 你要拿出來然後再把它拉長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好工夫的 所以今天加德其實也有帶不一樣的腳架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老實說我看到這個我有點嚇到了 因為你如果沒有拍上面這個DSLR 只拍下面這個腳架的話 我沒有辦法想像它是可以承受一個 DSLR的重量耶 加德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腳架的特色 Joby的腳架它的特色就是 它非常的隨意 它的主要設計就是它的阻尼 它的下盤的阻尼是非常的 可以防滑 可以在任何地方站立 阻尼是什麼 阻尼就是最下面這個部分 這個叫阻尼 是 它的每個關節 都是可以360度旋轉 以及任意彎曲 對耶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有創意性的產品 它的訴求就是在於它的輕巧性 方便攜帶 重量輕 可承載的重量非常的高 以這一支GV-1為例 它可以載重約325公克 325公克已經涵蓋 所有的一般消費型的數位相機 對 當你裝上這相機的時候 你可以玩視訊的時候也可以用 自己一個人在戶外的時候 你也可以綁在電纖 樹幹上 電纖桿上 製拍的時候都非常非常方便 欄杆什麼的 而且它可以扭曲成 各種不一樣的類型 對 以主持人 現在這一支就是GV-2 它的載重就已經高達800公克 這個已經可以到800公克 對 就是比較小型的一些的DV 它都已經可以裝上去了 其他功能也都是一樣 都是可以在任何的場所使用 而且它的就是彎折 其實不會說像有一些產品 它的彎折是不好彎折的 它的彎折是非常地滑順 這個應該有攝影玩家幫它取綽號 叫什麼章魚腳架之類 八爪魚這些東西 八爪魚 就是很像 很有八爪魚的感覺 所以像這個小隻的 剛剛加得說是325公克 325公克 我手上這一隻是 800公克 還有更大隻的這個呢 先看右邊這一隻 現在架在單眼相機上面的這一隻 就是GP3 它已經可以載重到3公斤 3公斤 我們有玩相機的人一般都知道 一般的單眼相機 配上一個18 200焦段的鏡頭 它普遍大概就是3公斤左右 差不多 所以它已經可以for 很多一般入門級玩家的 相機跟鏡頭 你可以去戶外拍攝的時候 都可以戴著一隻非常地輕便 我覺得其實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我們去戶外拍攝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都只拍得到景色 你去仔細看 每一個攝影玩家的flicker相簿 都只有景色 沒有自己 有時候自己沒在裡面 會有點遺憾 感覺好像沒來過這個地方 所以像這種腳架 不會增加你攜帶的重量 又可以在適當的時刻 讓你跟景色融在一起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另外除了相機之外 還看到一個很可愛 這個是Joby的… LED燈… 它是特別針對 探險家而設計的嗎 它的涵蓋範圍又更加地廣泛 就除了你平常騎腳踏車 去戶外休閒的時候 或去登山錄影的時候 缺乏光源的時候 你都可以使用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放在車上 當你的車子 以往夜間開車的時候都是暗的 那你可能一個東西 遺落在車子的某個角落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使用 那如果更衰一點的話 就是當你輪胎爆胎的時候 那因為它的底座是強力磁鐵 它有吸附性 所以當你輪胎爆胎 或者是你要檢查引擎蓋 下面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吸在上面 它下面是吸鐵式的設計就對了 是的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它是一體成型的 對 我剛剛以為LED燈它也是 就是像相機一樣是額外扣上去的 但其實不是它是一體成型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八爪LED 探照燈就對了 如果把它用在攝影的話 就是有些人會喜歡夜間攝影 對 或者是喜歡拍一些 夜間的一些微距或小生物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架在腳架上 然後拍一些靜態的東西 或者它這種設計有時候 你把它扣在手腕上 就是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手去多拿一個 探照燈只能你把它扣在手腕上 或是扣在包包的那個背帶上面 也是很方便的對不對 是的 這樣子很不賴 好 探照燈系列 還有這個八爪章魚腳架系列 而且八爪章魚 還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供選擇 是 以現在GP1來說的話 它是走比較消費型的數位相機 所以它為了因應年輕的潮流 它總共設計了七款顏色 對 可以看你的相機是什麼顏色 就挑選適合搭配的顏色 我記得以前最早的時候 是有看過黑白的 對 現在的話就等於有很多顏色 可以讓玩家們做選擇就對了 好 非常棒 那除了這個包包跟腳架之外 我相信大家上山也要下海 下海的時候 你的心愛相機們碰到水啦 鏡頭碰到水 那真的是非常讓人心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待會兒 懸安要幫我們介紹的是 防水方面的設備對不對 我們待會兒再來 跟各位觀眾朋友做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 希望見頂上有一點 糟 ton